是不是 反差太大 我們知道這個比不會失望 因為齊以兄的那個 他是真的名嘴的名嘴 其實 因為他講的話大概名嘴都比不上 所以 現在 今天我們知道我們在台灣 目前的那個 不管是總統的選舉也好 立委選舉也好 選情大家所知道來講都相當的冷 兩個原因是大家對 藍綠都失望 對台灣的這個政治人物都感到失望 因為過去 幾屆的選舉以來大家很努力的競選 很努力的 有很大的期望 可是很多時候都是失望的 甚至於有些人覺得說是絕望 那麼 今天這一次的選舉呢 跟以往有什麼不同 跟這個 對我們有沒有帶來什麼可能的希望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 很不同的 用不同的角度切入 去分析一下 然後看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請這個 謝謝駛齊兄 來幫我們說明一下好不好 請大家歡迎駛齊兄 你需要麥克風嗎 好的 他的那個 謝謝德亮兄啊 一開始就把我侮辱了一頓 因为现在在台湾 名嘴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用字 你说我是狗屎 我都还摸摸鼻子 说我是名嘴 我觉得跟他们 把我跟他们类比 实在是对我很大的侮辱 我想请教一下德良兄 今天我们是不是等一下一边用餐 因为我知道很多记者朋友 他们后面还有很多活动要去 您先讲个20分钟 我个人是很愿意跟沈老板来个大车拼 我知道沈老板这边菜是很好 但是呢 听你的演讲要专心一点 到底他的菜有吸引力 还是我的内容 可能让大家更有吸引力 我倒是很愿意试一试 不过既然德良兄有交代 让我先说 我就尽量的先开始好了 慧珍大嫂 不知道那个钱收期没有 因为我是担心 等一下大家听了觉得 说这个不止20块 你知道吗 那可能会要求你 因为不止20块你先收了 他们就来不及退了 即便要退 只能退18 只能退2块 因为18块是沈老板的本钱 他说他今天绝对上180块的菜 所以我的演讲 讲不好就是2块 事实上我也准备2块的料而已 大家也不要期待太多 好 那么 这张图大家看到了 我这张图是给 所有在场的记者朋友 和 和各位来参加演讲的 听演讲的朋友 给你们给你们的暗示 等一下听完以后 不要问 尤其第一题 第一题直接跳过去 第二题的答案 我内容里面已经有了 第三题 我们会后讨论 得出结论 会跟大家再报告 未来4年到8年 我们的总统 极为可能的总统 会让所有记者朋友非常好干 你们呢 就直接不用采访了 直接拿他们的新闻稿 直接发稿就可以了 反正 别问 那么我们 切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小弟 跟大家报告的是 如何 防止民进党 在2016 总统与立委选举里面 整晚捧去 这是台语 就是让他们全赢 这个 其实很难做到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敢这样说 蓝军选民如何才能 坚守最后的摊头堡 在徐土反攻 我觉得 也是一个非常 艰难的任务 我想先跟大家 分析一下 2016 总统大选的选情 我想大家大概心里 都已经有数了 那么 今天这么冷的天 在听到以后这些事实 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觉得更冷 第一个我想说 跟大家报告 大家可能都心里有数 国民党这次选情 真的很糟 到底有多糟 我想 根据各方的民调 看来 目前蔡英文的 支持率 大概在四成到四成五之间 我想这个 记者朋友们 应该都不会有意见 包含你们所属的报纸 你们所属的媒体 的评估 大概也就是这样 这不是我瞎掰的吧 那么我们国民党的 朱立伦主席 虽然他认为他上来 会把朱竹姐的选情拉抬一下 朱竹姐当初在破坏民调是46.2号 当然后来在开始竞选期间 他的民调并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换柱以后 朱立伦先生的民调也在二成上下排回 上次我家的 今天出门前又检查了一下 是16.2号 所以因为我怕在场有国民党的朋友 我们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 国民党的版本当然可以参考 如果你在把国民党的版本 加民进党的版本 加起来除以二 大概还是在二成上下排回 那么宋先生呢 我其实今天的演讲里面 几乎不讨论他 他已经达到他要的目的 就是他就是一个怀着仇恨 要把国民党打垮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跟他一般见识 还花很多时间讨论他 我们耽误吃饭 所以宋今天我就不讨论他 那么魏表态在二成五到三成之间 大概也就是这个数字 今天早上我check是30.2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魏表态 我们换下一个 我们其实可以把魏表态的人 当作不投票的人 一般来讲历次选举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刚刚这个数据换成候选人数字的话 我想请各位看一看 如果我们把刚刚这个民调换成选票的话 蔡英文的得票数大概会超过马总统2012的选举 他会冲破800万票 然后我们把那个二成上下换成选票的话 国民党的候选人朱立伦大概他的得票 只能有400万票上下 所以这两个人的差距会差到400万票 应该是创下总统直选以来 两党候选人票数差距最多的级度 当然我这不是无地放置 第一个我们上一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是1809万 这一次的话 手头组有将近70万 所以总人数是1880万 我如果是用75%的投票率预估 这样子观算出来的总开出来票会有1400万左右 1400万 如果我们以45来算蔡英文的支持率 乘以投票率0.75 除以投票率0.75 他的支持率将近到达了六成是846万票 那么我们以25%的支持率 除以0.75投票率算出来 我们朱立文先生会有33%的支持度 所以他得票率是470万 这样子相减恐怕也就将近400万 我们回到上一张图表 这是我从一个叫做 真实无情的未来事件的网站上 取下来的数字 印证我刚刚做出来自己的这样的算法 那么经过以百分比来预测 所谓百分化就是说 我们用实际的投票率 用实际的投票率换算以后 蔡英文的支持度可以达到59.6% 这是高标 这是低标 所以用1880万投票人数 用这个投票率来算 他的得票率在这个区块 还没有 那么国民党的候选人得票率 得票率 得票数 这个就不讨论 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叫无情真实的未来事件 这个网站 他的所有的数据 是采自所有公布出来的媒体也好 政党也好 学术单位也好的 各种民调只要出来了 他就把它加弄上去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数字 他们是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 他们其实 我相信他都听过这个网站 就是说他也甚至开放让你去 你可以去像他们买他的股票一样 你来 有点 gambling一样 你来赌 你来跟未来的情势 做一个对赌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 他们做得很认真 他们的民调的算法 当然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密 我不能够那么的明白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做的图表 他们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他也告诉你这是参考用 如果你 我们本来看民调就是看一个参考 但是总是这个大趋势 我想你大概不太能够围绕 不太能够扭转 所以 总的来说 总统选举这一部分 多说无意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 我想 不管换柱也好 不换柱也好 我个人认为 不换柱说批率的情况 还会比较好 因为换柱以后 是不是把一些人 又得对了 又让他们伤心了 他们不投票了 所以朱立伦真的 对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 我个人 其实持怀疑的态度 总的来说 我想 我们在四个礼拜以后的 今天的这个时候 大概会看到 她成为中华民国下一届的总统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至于她认为她是台湾的总统 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是这么看待 所以刚刚前面那个剧照告诉你别问 你也不要问我 我实在也不敢答 总统选举我们谈到这里 今天我说 蓝颖 还有没有机会 还有没有一个贪头宝 还有没有许途反攻的机会 我重点要谈立委选举 我把立委选举的选情也跟大家像刚刚那样做一个分析 我想开通明意告诉各位 民进党在第九队立法委员选举中取得单独过半 现在立法院总统是113系 单独过半就是57系 它的几率是相当高 我这里讲相当高 当然要保守一点 做这个阎西的人 不能把话讲死 你不能说百分之百 我记得以前做阎西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字一定要常用的 叫做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大家总以为 然而恐怕不见得 所以做阎西不能说满 我只能说相当高 相当高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大家总以为 然而恐怕不见得 这是说民进党单独过半 如果民进党达到他的席次预估的高标 则再加上清明党和时代力量等有党 清明党绝对现在是民进党的有党 哪一位朋友告诉我清明党是泛兰 我就只能说被别人骗一次是你善良 被别人骗两次是你傻 被别人骗三次就是你 我跟你说清明党绝对现在你不能把他算为泛兰 因为等一下我有事实证据告诉你呢 民进党如果他的得票率达到他的预估习次的高标 加上清明党和时代力量 这几个有党的席次的话 他有可能突破76席 3分之2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介绍 时代力量是何许人也 来下一条 很遗憾的 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因目前民调数据观察 国民党在浊水溪以南的云嘉南高平等各县市 共19席区域立委都呈现落后 云嘉南高平 19席区域立委 上一次是14比5 这一次民调显示出来是19比0 而且是大幅领先 过了浊水溪以南 我把台东也算进去20席是20比0 而在浊水溪以北除了台北市还看得过去 其实也下滑 其他各县市整体选情都不乐观 你知道会有多招吗 国民党在这一次区域和不分区率委的选举当中 总习制能不能够保住40席 总习制是133席 能不能够保住40席 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指标 40席 也就是三分之一略强 各位你知道吗 在2008年 国民党把民进党这个 贪腐政权推翻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的气势夺望 马总统气势夺望 那一次是第一次单一选区两票制 也是第一次立委席次减办 国会席次减办 都记得有一个喜欢带走力穿汉山 然后一天到晚不是进座就是苦行的 他要求国会席次减办 从225席减到113席 那一次 第一次国会席次选办的选举 2008年马总统大胜的时候 国民党的席次是81席 2012年 即便有些人开始陆续对国民党的执政开始不满 那一次国民党还是单独拿到了 过半拿到六十几席 这一次我们的观察指标只能是40席 这不是我乱周的 如果你有今天有国民党的朋友要跳出来说 你不要在这边泄我们的气 你不要在这边乱讲话 那我只能祝你成功 我讲话必须有地方是 如果你说民调只能参考 那我们就等四个礼拜以后 我在这边跟你堵这五桌 好不好 四个礼拜以后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我这样讲 有没有乱扯 40期 我当然希望他多嘛 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嘛 但是我们得努力啊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请放下一道 这个还是无情真实的未来事件 他们做的民调 这个是区域和原住民 我们知道刚刚讲说 立法院的113席 减办以后的113席里面 区域和原住民总共是79席 我们先看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是 以目前各个单位做的民调 扑出来的可能赢的人叫可能席子 民进党可以拿到46席 国民党只能拿到28席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一个一个选区的民调 一个一个人相互对比的民调 这个数字是很中肯的告诉你这个事实而已 所以民进党可以拿到46席在区域立委 然后国民党只能拿到28席 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 这两个加起来是74 我们刚刚讲说区域加部分区总共是79席啊 这样就已经74了 因为你还有一个亲民党的啊 还有一个五党联盟的人 这个一定会当选 这个人是谁 这是高精素美啊 这个时代力量 现在他们认为谁一定会当选 就是那个黄国昌 就是在把学生推进立法院的那个幕后黑手 黄国昌现在的民调是高于李庆华 OK 新党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人能当选 现在这一席估的应该是金门的无成点委 五党级这一席应该会出现在新竹县郑永津 所以这样子加起来 74加这五个是79席 人家不是乱估的 是拿真正的民调在算的 好 区域立委 民进党 领先 先为领先 大幅领先 稳定领先的46 国民党28 然后这五个比较小的党 拿掉79席 我们再来把不分区加进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加进不分区以后 民进党可能得票的习制是63席 国民党是40席 这样子是103席 这两个人 然后加上清明党时代力量 五党联盟 新党五党级 这样加起来 113席 所以 区域和不分区加起来 民进党就可能 我现在就不看绿色的部分 绿色是高标 你知道吗 绿色是高标 就说他选情好 他趋势向上的时候 他可能冲到这个形式 如果你看民进党 你相信现在民进党趋势向上的话 很无情的告诉你 就必须像是国民党 现在是趋势向下哦 这两个是什么样的差距 这两个数是什么样的差距 我们现在就只看红色的 好不好 看高标你就太失望 因为你看他的高标 你就被相信自己的低标 当然我希望 我希望选举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标 而看到民党的低标 这是我们今天要在那边 这么冷的天气出来 我们大家讨论 我们还能做什么事情 这里 这几个小党 我必须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为什么 把总习制 为什么把总习制算算出来以后 刚刚清明党只有1 上一张图 清明党在区域的时候只有1 时代力量也只有1 我是说黄国昌 可是在看总习制的时候 清明党能够冲到4 不管是高标也好 或者是可能习制也好 从1到4 为什么 这就是不分区的力量 这就是不分区委员的力量 也就是说 无情真实的未来事件 他认为清明党的习制 不分区习制可以达到3 而他认为时代力量的时代力量 黄国昌 洪慈雍 这些领导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认为他们现在在台湾发动革命 他们的不分区的支持率是稳定在5%以上 甚至可能冲到10%而拿到4席不分区 所以他们的高标会是 他们的不分区的票数是5% 稳定支持率是5% 所以他们的不分区一定可以拿到2席 所以他们的可能习制是3席 5党联盟大概没有机会 台联党这次的选情被压缩 被时代力量这些小党压缩的 大概恐怕过不了5% 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 我们这些大家都曾经是新党的朋友 也是珠珠姐当初出来选举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愿意支持她的 因为她代表的是一个中华民国派的力量的这些人 我们能不能够帮助新党冲破5% 让新党能够达到高标3% 这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地方 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这一个目标可以达到 但是你要努力 新党这次在选举当中起步的很晚 所以我和德亮兄 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有一种焦虑感 我们的力量 因为大家认为新党已经 已经大部分的时候 都愿意和国民党无条件的合作 都愿意支持他们 所以新党好像已经 除了在台北市的市议员选举以外 大概都不太有了 不太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了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 这次新党有参加地方委员选举 而且新党这次提出了不分区的名单 是非常令人鼓舞 非常令人振奋 是我们觉得一定该把他送进立法院的力量 如果新党的不分区得票率只有4.9 的话 那这两个人进不去 新党在立法院即便还有吴森田委员 这一席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作用很少的 好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的重点 主要是在不分区立法委员的选举 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最近这两届前三届才开始改过来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不分区 有些人真的不太了解不分区 我们很多朋友要回国内去投票 我们这些侨区海外的国民 如果你在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户籍的话 即便你是侨区海外国民回去投票 你也只能投总统票 你不能投不分区 但是你中招的家人朋友 他们有这一票 你可以告诉他们有这件事情 你自己没有这一票 但是你的家人朋友 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像我和世美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的户籍一直都留在台湾 所以我们就会领到不分区的票 OK 不是每一个政党都能够直接参加不分区的 参加政党不分区的参赛门槛 必须要符合以下的四个规定 第一个 于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 起诉推荐候选人得票总和 达该次选举有效票总和的2%以上 你看上一次总统啊 我们把总统是50% 50%几的支持度 民进党即便参议为他也有40%几 亲民党的那一位每次都要出来参选 这次已经抽到3号 也是第三次参选的那位 他怎么样 他有5%的支持率嘛 所以他们这三个党就是可以参加不分区了 第二个 在最近三次全国不分区区桥区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 曾经达到2%的 那么新党在第一次 在上 就是说 第六 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 不分区选举曾经拿到3.0几的选票 所以新党可以 台联党在上一次都还拿到2% 就是目前so far在立法院台联党还是有不分区的委员 第三个就是现在有立法委员5人以上 并于申请登记 申请候选人登记时具备名册 这个当然就是现在的国民党民进党这两个党 他们都有都不分区 第四个 就是在这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区域及原路民选举里面 推荐候选人10个人以上 你任何政党你只要推荐10个候选人 而且中央选举委员会审查合格 但你推荐一个人你要交20万保证金嘛 你推荐10个人交200万嘛 对不对 你推荐了10个人 然后他们都符合资格 他们就可以参加了 所以像时代力量 还有我们这个竹联邦的精神领袖 白狼张安乐 他的中华统一出进党 他我们张安乐是中华统一出进党的 部分区的第一名啊 他反正在在推荐十个 就是推举出来十个候选人就好了嘛 他交200万保证金嘛 所以你知道这次其实参选最爆炸的地方啊 这次参选最爆炸的区域是在金门啊 金门有十个人参选 每一个小长都送人去那边 反正在在金门选不太花钱 那个地方那么小你知道吗 就我把名字挂在那里嘛 所以金门有十个人在选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只有三个 新党国民党和美金党 OK 所以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OK 这个要有符合以上的四个资格 你才能参加部分区选举啊 各位知道这次部分区选举 总共有多少个党参加吗 总共有18个党参加 总共有18个党参加部分区选举 但是大概现在有机会取得不分区 分配门槛的 各方一致看好的 是国民党 民进党 新民党 时代力量不可小觑 新党非常有潜力 不然我们今天来这边干什么 所以 我今天有两块钱的演讲资料 前面都还没讲到 那两块等一下会讲出来 让你们听听看 不分区立委选举要有通过5%的分配门槛 你才能够参加 所以18个党里面 我们讲18个党里面 可能有四个党会分配到民额 我是希望时代力量不要把新党加进去了 我是这样 我说四个是韩新党 因为新民党呢 那个宋先生还有一定的号召力 你把另外14个党排除掉 这四个党的加总票重新再来算 打散以后重算 过了5%呢 就可以分配席次 然后过了5%就是两行 所以新党提的两个人 第一名是叶玉兰教授 第二名是邱毅委员 大家知道 所以排带第一跟排带第二是没差的 只有两个人都进或两个人都不进 我们的唯一目标是要让这两个人都进 加上新党另外提了两位区域 我们如果新党能够有四席 或至少有三席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成立党团啊 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啊 好 所以你必须要通过5% 这是我们新党在这次选举当中 要争取的最基本的目标 当然是越高越好 那我想跟各位探讨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 5%的政党票到底是多少票 如果我们用刚刚这个1880万人来算 投票率的区间落在72到75 那么开出来的选票在1354万到1410万之间 5%的政党票是67.7万到70.5万票之间 我们就说69万吧 新党的朋友要把你的政党票投出来 投到69万票 讲起来还真的需要大家的努力 69万票不容易啊 怎么办呢 我们先沉淀一下 我还再继续卖个关注 这还是刚刚那个我讲的那个无情真实的未来事件的评估了 他们把TVBS在今年年中 民进党在今年年中 自由时报9月份 台湾指标11月份做的不分区 他们预估各种数字都出现 可能的得票 中整以后 认为民进党的不分区席是可以拿到17席 国民党12席 清民党2到3 时代力量2到3 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新党 就说这个网站不太友善 不太友善 那你得听 因为你这是要听征言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听听看人家怎么样 我们看看人家怎么说 然后才知道自己的缺失在哪里 对不对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虽然这个网页到目前为止 对新党没有很友善的评估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参考人家很努力做出来 还相当贴近事实的一个民调 这个是他们估 就是说按照刚刚这个17票 到34个人里面 他17席 国民党12席 清民党3席 时代力量2席 这样总共加起来34席 不分区里面 会当选的人用红色的标出来 这里我想要折磨一下 虽然说今天我们不应该批评国民党 但是有的地方 该说还是要说你实在忍不住 你刚才民进党提的这个不分区啊 12345678到余婉宁巴西 人家这巴西都是所谓的专业人士或者是摄运人士都是代表特定的弱势族群或者特定的族群的他们把这个所谓的政治族 政治主就是原来就是政客 继续让他从政 摆在第九名 苏家全 段依康 郑力军 陈其迈 李应援 民进党 能够把 真正的专业人士 他们希望在立法院有些专业人士 他们摆在前八名 这是稳稳当选的 当然这个红色都是大概稳当选的 他也把政治主放在第九名以后 以示对这些专业 以及各个不同层面的小市民的尊重 但是我们国民党 你们国民党 这位 第一名 而且 而且你知道吗 国民党的党章原来规定不分区 只可以 两次 上一次 已经剖析过了 为他修过一支党章了 这一次 再修一次 对不对 然后 再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 我们这个叫做 议长条款 我们是要把他送进去当议长 问题是你过不了半数 你怎么当议长 这个逻辑通吗 你把他摆在第一名 你就是向他妥协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力量下来了 本来还没有 名单还没调定的时候 各位如果看新闻 又看到两则小新闻 朱立伦主席去浮选的时候 他两次放他鸽子 他不参加本来说要来 名单还没调定 你到底给我摆在第几位 摆在第一位以后他出现了 我告诉你摆在第一位以后 南部云嘉南高屏 十九行 还到目前为止还是全输了 你把他摆第一位有什么用处我不晓得 但是我尊重 没办法 大党 泱泱大党 创国大党 一百多年的历史 对不对 黄昭正委员 他原来是我们高雄市 左营南子区的 上一届是左营南子区的立委 他真的很辛苦 也代表国民党选过高雄市市长 那次他是第三名 第一名是陈局 第二名是杨秋星 他是第三名 我们本来最大脑 在南部选成这样 所以他何尝不知道 左营南子这次会出 所以他说他不选 那我的资格不够老吗 我难道摆不进不分区 难道摆不进不分区的 安全名单吗 然后他把他交给谁 交给张显耀 他把那个左营南子交给张显耀 张显耀很倒霉 前一天被人家说泄密案 原来这个他是陆委会副主委 陆委会副主委泄密开玩笑 这是两岸还搞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后来还他清白了 然后把他送到左营南子 如果同营南子会赢黄昭诚会不选吗 这就是政治妥协嘛 吴志阳你们知道了 是吴荣誉主席的儿子 张艺山你们知道是谁吗 张艺山就是那个张荣惠的妹妹啊 云林啊 云林他们这次 他的女儿张家军也不选啊 一直拿敲拿了半天不选了 最后他当然还妥协了 让他弟弟出来点 现在民调落后大概是七三还是六四啊 云林那一席地区域的他放掉了 但是没关系我张家有一席啊 徐真卫是谁你们知道吗 就是现在花莲县县长 傅芬奇的夫人 傅芬奇大概这一任做完两任了嘛 所以他的夫人大概下一任会继续会去选县长 曾永泉也是一位年纪非常长 我不知道如果立法院将来要打架 他会不会稍微一动手就 就受到伤了 这样一位年纪很长的长辈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提出来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实在让人无法幸福 你连我们批评的这么烂这么臭的政党都不足啊 而且你知道吗 王军民最好的好朋友 在立法院一天到晚跟他 这个在密室协商 然后还一起官说的那位叫柯建民 柯建民怎么没有在这上面开玩笑 怎么会没有在民进党的不分区名单 怎么没有在不分区安全名单这么重量级人物 因为柯建民他已经当过两任不分区了 民进党党当规定不分区两任 第三任回选区 所以柯建民现在在新竹选 而且我刚才选得很辛苦 先为领先 因为新竹市现在有一个时代力量出来 抢走大概百分之十几的票 民进党这么烂 这么不讲道义 这么糟的一个政党 人家在党里面的选举规定 可是非常守规矩的 从这一点看 我实在不知道你要我怎么尊敬国民党 而不尊敬民进党 哪一位 对不起 今天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我真的没办法一个去做研究 你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必须要讲的 国民党你提出来的 柯子权陈英明 他们都是所谓的专业人士 但是他没有知名度 他是不是真的专业 他是不是在他的这个区块里面 真正跟国民党打拼过 跟小市民一起打拼过 不知道 他就是要 反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组 当然我说实话 可能他真的很专业 那是我不漏寡文 但你不知道是对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叫选民怎么把票投下去 好我们换下一页 我们出现了 新党现在提的第一名的叶玉兰 叶玉兰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是谁 他是警察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自己本身也是警察大学毕业的学生 在太阳发学运的时候 你知道这群无法无天的人 冲进立法院 他们第一个诉求是什么 在座的各位 你们知道我们太阳发学运的学生 冲进立法院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 哪一位都是我 我告诉你 如果你把录影带掉出来看 我们这群太阳发学运的学生 冲进立法院的第一个诉求是 开冷气 开冷气 哇 这群要革命的人啊 冲进立法院的第一个诉求是 开冷气 我如果乱讲 你们掉路你再出来看 我们的警察为了维护立法院 为了维护这个公职机关 做了必要的防范 当然难免有冲撞 难免有推进 这些学生的 永远的口号叫做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如果今天两岸不幸发生了争端 我们必须面对 海峡对岸的共军的时候 这群年轻人你可以站在前线说 共匪打人 可以吗 你知道那些警察在那段时间 他们就是在立法院周边的大楼里面 就拿一个纸就铺在地上这样睡 天天吃便当吃了二十几天啊 没有人帮他们讲话 而且要出庭应讯的都是这些警察 都是这些公职人员 当时的行政院长江仪化还因为 还因为是不是应该动用警察 去把行政院里面的人 学生赶出来 还出庭耶 只有这位叶玉兰教授 每天他上政论节目 帮这些警察人员讲话 去让极少数还愿意公正的 看待这个问题的人 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 所以他有这个勇气出来 维护公职人员的公权力 我觉得他把他新党的第一位 完全符合我们新党一贯的作风 那就以为你们就不要 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各位不见忘 民进党不是没持过政 二零两千年他们拿去了政权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也非常旺 后来为什么会在2008年一举 就垮了 因为他们的层出不穷的弊案 被踢爆了 而持续揭蔽 勇于揭蔽 甚至为了揭蔽 假把都被掀掉的邱毅委员 你能够不说2008年 国民党能够把民进党彻底击溃 他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吗 那2016年民进党又要整晚捧去的时候 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个力量 这一个勇敢善战能战肯战的人 留在我们的摊投保里面吗 所以新党提出来的这前面两名 我觉得是应该绝对要把他们送进立法院的人 第三位这个沈才颖 他是一位医师 他是在卫福以及食品安全方面非常专业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把他一起送进去 你们大家现在老百姓最想做的灭顶 我们可以把他交给他来做嘛 我们立法嘛 所以这真的是很值得 很值得信赖的一群不分区的委员 那其他的小党我就姑且就不讨论了 好 我有个问题 第三位怎么样可以上 要超过两个人 大概要到七点 大概要到七点 因为全国不分析的习次有三四习 你用一百除以三四 大概每一个人的得票率应该在二点九几 可是你扣掉小党以后 针对过门槛的你再来除的话 就可能是二点六几 但是因为人是不能切割的 习次是不能切割的 所以他的规定是过了五就是两期 然后后面再看总数 好 这里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可能预估习次民党十七 共民党十二 亲民党二到三 实在力量二到三 他现在把台联跟社会绿党社民党联盟 和新党加进去了 然后也有了一些民调的附近拜这里 我把这个图表放上来 是给大家打个气 如果我们小党达到了高标 所谓高标就是五点五点百分之五以上 新党就有可能拿到两期 所以 所以 这个 无情真实的未来事件 他还是 还了新党一个公报 就是说你如果往高标冲的话 你会有两期嘛 所以这张图表我一定要放出来 但是我对他还是有所批判 他把泛兰得票 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叫做泛兰得票 对不起 你只能把这个加这个而已 亲民党绝对不能算他是泛兰 就在昨天 我看到了一则新闻 亲民党但是提了两席区域立委 当然还有 还有一些小地方 比较比较瞩目的两席 有一席是极有可能当选 是内湖的黄珊珊 台北市的第四选区 内湖的黄珊珊 昨天我看到新闻 黄珊珊站在台上 接受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家全的授起 真的是 你说你说 你再告诉我 亲民党是泛兰 我 对不起 那这个话 谈不下去了 昨天 应该是前天发生的事 昨天的新闻 苏家全去给黄珊珊授旗 亲民党还要说他是泛兰 希望南瓜泛兰的票 我觉得说不过去 大家必须把这个讯息 传达给你的朋友 现在泛兰 你跨民党投不下去 你只有一个可以选择 就是新党 我今天要讲的比较正面的 要开始了 南军还会再有浴火重生的机会吗 当然有 南军唯一浴火重生的机会 就是在立法院内注入一支强而有力的监督力量 贵来南军民进党 唯一的战场 只剩下在立法院内的政治角力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总统选举 你是输掉 然后 你的立委席次 又可能勉强保过三分之一以上 或者五分之二 所以你大概唯一你能够和民进党角力的地方就在立法院 可是以现有国民党的委员的表现 你能够期待他吗 我们说实话 我后面有一位国民党好朋友 我刚刚讲过了 2008年立法院取得了八十一席 将近三 四分之三的席 2012年有六十席单独过半 他该扩的东西过了吗 对不对 扶帽 扶帽不是一直被挡在那里吗 甚至 连 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该不该动用警察权 连 他都 可以 一代的托引 国民党那次说 他要立法院要改革 那我实在想不通 最该被改革的人 他把他摆 不分居第一名 你如何说服我你要改革 我们刚刚看了那位别问女士 她在参选以后 大家都知道她躺着选 最近啊 最近 她总算出来回应 当然她回应的态度 依然是那么的强悍 因为她躺着选 但是逼着她 让她出来回应的是邱毅 有些人包含国民党自己内部的人批评 这是负面选举 我同意 这是负面选举 但是在兵法上 三十六级上 这叫唯卫就造 你知道吗 王无旋买买几户军载 被人家追打了三个礼拜 你国民党处理不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相信国民党高层都想过要换弦 你知道吗 柱都换掉了 换个弦又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 这么大个柱都换掉了 换个弦又什么了不起 我相信国民党想过要换弦 但是在这个时候换弦 这国民党还要选吗 所以你被人家打了三个礼拜 打了四个礼拜 你都没无力回首 那我们让邱毅出来 唯卫就造 王无旋不就脱困了吗 是负面选举 没办法 人家对你丢泥巴的时候 你也只能丢泥巴 我没有西装笔挺的人 但是西装笔挺的人 在这个时候拍不上用场 叶玉兰教授是太阳花学运期间 极少数勇于乌全保抑 仗义之间的正义之士 他当初反对的人是谁 就是黄国昌和洪慈庸 现在你知道吗 黄国昌是领先李庆华五个百分点 洪慈庸也只落后杨琼英 一个百分点 这两个人可能都要进去 结果叶玉兰还只能在正论节目讲讲话 其实老百姓还不太看那一台 你知道吗 你甘心吗 按照现在立法院的章程 任何政党有三席立法委员 就可以组成党团了 参加党团协商 如果下一届立法院 只有民进党 可能是何建民的 因为他选上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然后和国民党的王金平他们两个在里面协商 加上亲民党 他不是万党 他绝对是绿 和时代力量 只有这四个政党在政党协商 你放心吗 你放心吗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守住反攻的最后摊头法 我今天一再讲了 就是我们要让新党在这次立法委员政党票 一举冲过5%的门槛 把叶玉兰和邱毅这两个 他们叫做战将 他们叫做汉将 他们两个人进去 没错 就是两席 但是可以带动整体战力 群众运动就是要有人敢往前冲 你知道吗 如果大家都只会翻西装打领带 没有人第一个往前冲 是不行的 立法院会有一些不错的委员 国民党的确有一些不错的委员 但是要有敢带头打仗的人 这个就 过去八年马政府在施政 我们讲说马总统大家都说他无能 或说他施政不好 我觉得我们也必须给他一个公道 他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你知道吗 就是民进党在立法院的一再无端杯葛 根本上我认为 国民党只要有三席立委 但是敢战 你给他一把大锁 什么呀 今天这个议案我不想通过 都把门锁上就好了嘛 这不是民进党干的事情吗 你给他一个金属的计时器 吵架的时候我丢上去砸过人家头就好 这民党干的事情啊 对不对 就他一代的无端规格 可是国民党成为在野党极有可能成为在野党以后 他能不能做好监督的角色 我们怀疑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邱毅委员 叶玉兰教授这样不畏权势直言敢言不获信 你勇于揭闭的中游砥柱 在立法院里面强力监督 持续揭闭 你守不住摊投保 你就没有办法反攻 打仗就是这样子 田单复国 有众一城 有田一履 一举公铺七十个城市 但是你能有那一城的田 有那一履的兵啊 而且这些兵要能战 敢战 肯战 会战 当然 我希望 金文县的立委参选人吴成脸 他现在是领先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另外两位候选人 还有其他七位候选人 我希望他会选上 加上这两位 就有三席了 如果士林大同区的潘怀中医师 也能选上就是四席了 潘怀中大家都知道 他在那个健康节目里面 他知名度很高 其实他现在在士林选立委 选那个议员的时候 票数都很高了 为什么这次他陷于苦战 第一个就是 他的对手是上一届的 现任的立委 叫姚文志 第二个他的选区 不再是士林北投 而是士林大同 你们知道那个大同是比较绿的地方 所以他现在是落后 而且还落后蛮多的 所以潘医师我们希望他加油 我们希望朋友都能够投他 但是在未来无情的真实事件里面 目前不看好 最少我们把吴敦点送进去吧 加上这两位 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党团 可以参加协商 就不是柯建民跟王金平在协商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未来国民党立法院内 唯一可以 国民党的朋友们 未来国民党在立法院内唯一可以信赖的盟友 只剩下新党 你们如果不见忘的话 你们知道新党为什么叫新党 因为当年那几位新党的创长大佬 他们在立法院成立了一个新国民党连线 他们要把李登辉代表李登辉的旧国民党给推翻 所以谁是盛同的国民党 新党 所以国民党未来在立法院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是新党 我现在要讲 如何使新党政党票通过5% 但是我的大前提是 如何使国民党立委习制极大化 我先讲让国民党立委习制极大化 我不是只为新党的利益 我是为了整个泛兰军 为了郑兰军的利益 使新党立委 使国民党立委习制极大化 然后使新党政党票通过5% 这就是我今天要卖给各位的两块钱的演讲 各位听听看 今天我的这个概念值不值两块 我觉得新党可以和 国民党可以和新党采取 换票双赢策略结盟 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我要给各位的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前面都是我比较详尽的分析 其实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上网都查得到 这是我觉得我今天要提给大家 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出骑兵 对不对 很多年以前 我们在这个黄芳燕必居美国的时候 我们曾经出过骑兵 后来逼得他非走不可 很多年以前 这个当时的教育部长杜振胜 对不对 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这群朋友也出过骑兵 让他的那一场 要把台湾地图搞过来的演讲会 没办法办下去 两年两届以前的选举 当时的新闻局长 谢志伟 我的本家 来那边 运用他新闻局长的职权 然后召集了所有的媒体 要帮谢长平助选 也是我们在座的几位好朋友 我们出了个骑兵 让他那场记者会破局 在更早以前2004年 这个民进党方当选 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人 拿着陈水平的旧纸演说稿 来跟美方逐字逐句的简报的时候 也是我们在座的朋友 出了骑兵 在达拉斯机场 我们把我们的抗议副地给他 我喜欢出骑兵 因为不对称战争 你唯有出骑才能自胜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抱抱的 国民党还要新党采取 换票双影的策略结论 换什么票 拿什么票换 我刚刚都讲过了 我们可以用区域立委票换政党票嘛 我们可以把我们手上的区域立委票 投给国民党 因为我跟你讲了 只有新党只提了两个区域 一个是金门 另外一个是汤怀中 其他的71个区域 没有新党的候选人啊 我们如果新党的支持者 以及住宿节的粉丝 你因为换住 你气了离开了 你不愿意留个人 我们可以请 我们拿我们手中的区域立委票 把政党票换给新党可不可以 具体做法 国民党选情为基的 有15到17个中间选区 15到17 我不是乱讲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新党 这是这个意见 我请德良兄反应回去 但是我知道 你反应的回国民党最高层吗 我们可以请新党的郁慕名主席 和住宿节 共同出面站台 我们号召新党的支持者 和住宿节的粉丝 我们暂时把换住的这个气 淹下来 吞下去 我们支持这个区域的 国民党候选人突破困难 但是 你国民党好歹要示出善意嘛 你党中央我不敢说 你最起码你要同意各个候选区的候选人 他自己和地区的党工也公开呼吁支持者 你把政党票投给新党嘛 你知道吗 对于各个候选区的候选人 他自己拨算盘的时候 他认为他当选比较重要 还是国民党的不分区政党票比较重要 当时他当选比较重要 他是愿意的嘛 这是党中央 你最起码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嘛 你要同意他这样做嘛 然后继续 我们如果采取这样的策略合作 我评估 我们可以帮助国民党 稳住五到七个 仅以些微差距领先的区域立委选区 我们可以稳住五到七个 还有可能争取回八到十个 仅以些微差距落后的区域立委 这样国民党立委总席制 就可以达到极大化 就会是出现刚才上面那个高标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策略联盟合作 国民党也守信义的话 新党如果能够从各个选区 只要拿0.2个政党票 加上我们原本新党就有的票源 冲破百分之五的门槛 就有可能达到 我们当然提出一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可行性评估 我认为换票双赢策略结盟的可行性评估 我认为在法律层面上是绝对带着注脚的 你知道吗 因为民主选举政党以各种方式合作 是天津地义 你知道那个宋楚瑜 他现在的搭党候选人 叫徐欣盈 他是民国党 就是前不久才刚从国民党退出 主一个民国党 所以政党合作是天津地义 他副总统候选人都可以找民国党的人合作了 我之所以用引号引起来 不是看不起啊 而是我怕大家把那个国民党搞混了 我自己就常常搞混 所以我们总统候选人都可以两党合作了 那我政党呼吁我的选民 政党区域立委支持这个党 这个不分区域投那个党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黄珊珊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这个苏瞎全的授旗了 我们这样合作在法律层面绝对站着脚 新党是可以是可以信赖的 新党在过去几年历次大小选举中 都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的 新党是现在国民党唯一可以信赖的盟友 政党合作不可能你只取不渝 都在呼吁说 新党要出来支持国民党 都在呼吁 珠珠姐的粉丝 你们要放下仇恨 我们要怎么样 你给我省 我今天出来 我有目标了 我要把政党票投给新党的时候 OK 我可以顺道把我的总统票和区域立委票 投给国民党 但是 为什么只有我付出 我没有说过 所以 我们不能只取不语 刚刚我讲的各个危机选区的候选人 你出来呼吁你的支持者 将政党票投给新党的时候 你的支持者 会认为你是一个讲情义的人 你是在寻求泛蓝阵营的大智慧 我们是为了泛蓝阵营整体 当然了 我相信有人会质疑 唯一可能的阻力 恐怕会来自国民党高层 国民党会说 我们是一个主体性的政党 我们自己已经有提出我们的不分区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 如果 国民党真的这么尽力短视的话 那我只能祝福你 好事为之 就算我前面都白说了 当然了 我们 我们今天在那边 我们把我们的力量 发挥出去 我们希望透过各位 透过各位媒体朋友 把这个idea传 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 我们希望选民能够出去 因为啊 在好久好久以来 等国民党大概就白等了 所以 我们必须要自觉 我不是乱讲的 国民党选区维局的终点选区 我这边会把领先的用蓝色标出来 等下落后的我会用绿色标出来 丁守中 这个委员真的很优秀 上次在台北市市场选举的时候 他也把这个机会让给了 呃 连胜文 是一个非常顾大局的一位 好立委 他只领先民进党的吴思瑶 1.9 而且在上一次市议员选举的时候 在这个选区里面 蓝军的得票率是最后12% 所以这个1.9集即可为啊 台北市第一次选区 李彦秀 原来这个选区是 也是最近非常在媒体上 一直都在爆料的这位 大家很喜欢他 蔡正元 蔡正元 蔡正元他 当然认为他实在是很累了 他也希望了 如果我真的很累了 选举很辛苦 他希望黄袍能加深了 把他放到部分区了 但是国民党没有 国民党说 你有战斗力但是没有吸引力 国民党没有办法 蔡正元和韩秋毅摆进去的原因 他说 你们这些是有战斗力 但是没有吸引力 结果你知道吗 诶 我没骗你 我看了 我不太看三立的节目 但是人家把那段截出来 我就看了 蔡正元在三立的节目上 他说 人家逼他说 到底是谁 高层高高的是谁 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 朱立伦后来亲自打电话给他 说 哎呀不行啊 现在王洪权被打很惨 还是要你们出来帮忙 他最近又出来 所以才能够为谓就造 那他现在把第四选区让给李燕秀 现在卸为落后给 由 由蘇嘉全授齐的 亲民党立委黄珊珊 现在黄珊珊的民调 领先李燕秀 有三到四个百分点 新北市第一选区吴玉珊 歇为领先 歇为领先 领先的不多 但是大概我把它算在 我认为应该 刚刚刚我们讲 区域立委 国民党会拿到28席里面 是算他们 算他们都会赢 江慧珍就歇为落后罗智正 罗智正是我们建宗兄的 大学同班同学 对不对 他在美国的 哦 OK 张庆忠歇为领先民进党的 江永昌 卢嘉诚 歇为落后 民进党的无民旗 你看这些民调 都是差多少 都是差三到五之间 都在误差之内 哦 李庆华 落后也实在力量的黄国昌 本来在一开始 还有一个五五波 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所以现在实在力量的气势 不是直接在往上走 你知道 所以 所以李庆华 会 会选输 然后黄国昌 会选赢 我记得黄国昌到美国来 还有一些朋友 约了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 去闹他的场子 我说 你帮他 打知名度干什么 不宜不宜 现在这些人马上当立委啦 你服气吗 你现在看这一面 回到上一面 国民党歇为领先的是 只有三个 歇为落后的有四 我们现在接下来 看下一面 桃园市第一选区 陈根德 歇为落后民进党的 郑韵侯 桃园市第四的选区 杨丽环 这是我老婆 林四梅的高中同班同学 集歇为领先民进党的 郑宝卿 不到一个百分点 言宽恒 言清彪的儿子 照到你地方大势力吧 歇为领先 一个百分点 杨琼英 也是 也是现任的委员 集歇为领先 时代力量的洪志庸 洪志庸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白山军 洪仲丘的姐姐 我不知道 因为他弟弟当兵 从六十公斤 胖到九十公斤 后来因为被被被被 被关紧闭 然后就不幸 就就死了 他就 可以代表人民 出来选立马委员 我不知道 这两个逻辑的联合在哪里 他的弟弟 洪仲丘 因为 因为这个事件 我们的马政府 我们的国防部 竟然颁了他一个金钟状 我是空军官要毕业的 我有十一个同学 拿到金钟状 这十一个人 在三十岁以前 都淘汰空军公共 我毕业前三年同学 就死了十个 他们都拿到金钟状 所以他们的金钟状 和洪仲丘的金钟状 是一样的 我是不服气的 你服不服气 江启臣非常好的一位政务官 然后下去选 上一届是选赢的 现在也是些微弱 好农冰啊 台北市市长国民党副主席啊 下到基隆去写 现在还以百分之一的民调落后 在当中还有百分之十九到哪去啊 清民党 那一位一天到晚上政论节目的 我连名字都不想提啊 没记得是最好 所以好农冰也到目前为止都落后哦 花莲的王廷生 萧美琴这几年真的是在花莲蹲点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气势逐渐上来了 会不会爬上来我不曉得 新竹的林维州落后给五党集的郑永平 再看下一个 国民党的郑正林 歇为落后给民进党科建平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科建平你看 他也是被时代力量一拖 他现在只有领先百分之一个百分点 这个是有可能翻回来的 这是有可能翻回来的 然后彰化县第一选区 林昌宁歇为落后 民进党黄秋冬 这个以上十七个里面 绿色标志出来的是十个 蓝色标志出来的只有七个 所以民进党还是以十比七领先哦 然后这都还只是 这都还只是在浊水溪以北 我觉得昏迷指数在三里 插叶克膜可以救 如果瞳孔已经放大了 我根本没打算救 你知道吗 我这样子在浊水溪以北 我就列举出十七个 然后差距都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顶多在百分之五是可以救的 如果新党的力量加上速度解决支持者的力量 挺进去把他们救活了 十七个我救回十个 救回十二个 就算国民党的部分去掉两席 新党的两席不就又加进去 而且新党的两席是以一当十的两席 这个算盘你拨一拨 难道这不叫双赢 什么才叫双赢 我认为 这个就是我们蓝军坚守住最后贪图绑 徐图繁宫的最后的力量 我现在就把这个无情真实的现实情况给各位看 这是一个一个选区的比较 那 退回 退回答案 我们 刚刚这些我都单独介绍过了 我不是无地方吃的 人家人家的民调数据也不是他编出来的 是只要有任何公开的民调 他就把加剧去重新加总 台北市是我们唯一可以乐观期待的地方 在八个选区里面 国民党领先五个 一个五五波 如果丁闪中赢的话 在台北市我们可以维持住一个六比二的 六比二的局面 但是上一次上一次是七比一哦 所以台北市即便选的不难看 还是掉了一些 我们看看新北市 下面 新北市的十二个选区里面 现在国民党领先的 或者以些为领先的 其实只有四个 绿色绿油油一片 各位你看看这两张 是新北市的十二个选区 上一届是十二比二 这一次的可能 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歇为领先的都算国民党赢 可能的结果是四比八输掉 上次是十比二 这一次会是四比八输掉 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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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原 陶原上一次六期全是蓝的 这一次可能的结果是四比二或者三比三 因为我讲杨丽环现在只领先百分之一 所以陶原原来六比零 现在可能是四比二 甚至是三比三 这就是北台湾 北台湾看到这里就没得看 中台湾原来八个选区里面 国民党是以五比三领先 这一次 如果颜观恒和我刚刚讲的杨琼英 这两个五五波的选区都赢了 也只能维持住三比五国民党落后的情况 这是中台湾 南台湾台南上次就是五席他们的 这次才是五席他们 而且他们的领先幅度是六成七比三成一 七成一比二成八 都是这样的大幅领先 台南五席 高雄九席也全部都是民进党大幅领先 上一次高雄还有两席 一个是我刚刚讲的黄昭顺 还有一个就是小港前阵的林国正 为什么林国正上次能赢呢 因为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那个陈志忠有出来搅了一局八 把民进党的一席拉掉 所以原来高雄九席里面 国民党还有两席 这一次是九席全输了 再来 基隆 原来谢国良不选了 现在我们的郝隆斌副主席是落后的 宜蘭 当然现在已经都是 最近都是民进党 花莲 搜发选胜 台东 现在已经都是民进党的国家 所以后三呢 搞不好 三个都输 打得好 也只能够维持一比二的落后局面 原来新竹县市都是国民党的 这一次 新竹县可能会被 民进党的郑永金拿去 新竹市 柯建民 收发还是领先的 还好苗栗县 两席都是蓝的 还OK 彰化县原来三比一 国民党领先的局面 现在倒过来一比三 国民党落后 南投县 是国民党的蓝天 两席两席还OK 云林 原来 一比一 我就跟他讲张家俊 张荣卫的女儿 现在他不选了 因为反正他加油 他姑姑还会出来嘛 然后苏志芬会赢 刘建国会赢 所以云林 是全部民进党 嘉义 原来还有翁重军 翁重军也是准备 准备黄袍加深 本来想要在国民党不分区 占一名 就国民党没提名他 他的 他的选民 当然就是他了 反弹严重 所以他的票 不知道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现在嘉义县跟嘉义市三席 全部都是民进党 原来屏东还有一个王靖市 现在屏东三个 全部是民进党 所以刚刚已经讲过了 云嘉南高平 十九席区域立委 全部都是民进党领先 而且全部都是大幅领先 稳定领先 我们的国民党的部分区第一名 王金平先生 他是国民党的男霸天 我不知道把他排在部分区第一名 用意何在 你跟他交换什么 他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交换 澎湖是民进党 福建成廉江县 当然还好是国民党 金门 我们希望吴城典能够突破重围 他现在和国民党的 楊政武及民进党的陈昌江 这三个人 其实是山雄鼎鼎 但是吴城典 协为领先 然后平地原住民 国民党会拿到两席 民进党的陈昀 会拿到一席 山雷原住民 国民党会拿到两席 武党籍的高金素媒 会拿到一席 这就是以上的79席 不分区域和原住民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图表 国民党的 会当权的人数在区域里面 二十八席就是这样来的 不是乱来 他只有二十八席就是这样来的 而且还是把他 些为领先的都当作他赢 在这前 所以回到我今天的结论 还是这个换票双赢策略结果 现在你再回头看 我这样讲 把国民党选情危机的十五到十七个重点远区 由新党和朱祖节的粉丝 把力量加注给他们 稳住他们 让国民党的席次极大化 是应该做 可以做 也有可能成功的 我跟你要的 只是你把你在各该选区的不分区的选票 回馈给我 让我送两席 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战将进立法院 难道不应该吗 这是绝对具体可行的 但是 这个阻力 如果来自他 那 我们今天吃完饭 各自回家休息 谢谢各位 很多媒体朋友还要赶草 那我们 就好好吃饭 就别问了吧 好 好 来 请请 好 各位 今天很紧 所以大家一边吃饭 今天问问题好不好 好 谢谢那个 好 谢谢那个 好 谢谢那个 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 现在 由于国民党那个 像总统候选人也好 立法委员候选人也好 就手能不打 就打 能不能先要其余害 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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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说 由于国民党的候选人 提供的很糟糕 所以呢 给换来选民呢 没有出来同样的意愿 这就是现在 这一次选举中 我们在换来很吃亏的地方 就是大家不愿意出来投票 因此呢 今天这个 李宇兄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 假如说 我们给换来的选民 另外一个选择 让大家愿意出来投票 那么就是可以拉抬 整个换来的选情 拉抬换来的选情 不是为了新党一党的利益 拉抬换来选情 是为了要保持 中华民国一个元气 那下一次 还有机会可以 可以习途大展 可以反攻 因为 中华民国的元气 不只是为了中华民国自己 也是中华文化的元气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过去八年 阿典执政的时代 我们在台湾的中华民文化 尤其传统的中华文化 被摧残了很多 以到目前来讲来看的话 我们坦白讲 你很多时候回到台湾 跟年轻一代的谈话的话 很多话都谈不下去的 所以呢 你要在接下来的四年 或者八年 让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我相信你要回去的时候 你发现 这好像不是你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站出来 呼吁大家 给换哪一个机会 甚至于你今天 你不喜欢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喜欢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还是要给换哪一个机会 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 呼吁大家 你的亲戚朋友出来投票 给新党一票 也顺便带动国民党的选情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好 谢谢大家 所以等一下呢 大家先吃饭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我等一下再问 可以问 可以问 因为 七尹兄在牺牲吃饭 他现在要减肥 我大概有小兆 好不好 那么现在 大家可以问 大家也可以翻 现在有谣言说 如果 绿的可能 绿的可能 绿的可能会叫王精进去 当立法院院长 这样签字 反而行提 你在看吗 是怎样 已经是了 他已经是 一定的 我想 应该是说 王 他是稳上 他是 王已经在运作 他自己在立法院内的这些 民进党的好朋友们 将来 你们是不是 愿意 让我继续 当 当立法院院长 就是说 他的 王金平 他之所以左右逢源 能够 做一个不倒翁 他的 支持者 他在立法院内的支持者 不光是来自国民党 他 民进党里面支持他的人 已经很多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 我 据我的了解 民进党现在是规划 苏家全 做下一届立法院院长 所以蔡英文 不会和王金平妥协 蔡英文 要用他自己的人 是苏家全 蔡英文 你看他很厉害 他没有跟苏貞昌妥协 他没有跟谢长廷妥协 他没有跟刘希昆妥协 蔡英文很大胆地说 现在 民进党只有一个派系 叫做英派 所以 蔡英文早就规划好 他的立法院院长人员 应该就是 苏家全 王金平当然想 他也想要挖民进党的力量 来支持 假设国民党有45席 他能够从民党那边挖到十几席 他就有机会 再继续当他的立法院院长 蔡英文不会让你这样干的嘛 人家 碗都在他手里了 他干嘛 还要分你一杯 所以这个谣言我觉得 因为 不喜欢王金平的人 当然很多啦 这样的谣言 是 当然是希望 南军就不要支持王金平 但我相信蔡英文 不会跟王金平躲前 好 请教一下就是 那个 政党票半票 你们有没有误过说 那这个政党 想问就是说 立委票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 如果新党的政党票 集大化的话 国民党的部分区 大概会掉几席 就是按照原来 如果新党的政党票突破百分之五 这里的三十四个人里面 这里的三十四个人里面 红色的 新党突破百分之五 掉两个 当然就掉这两个 如果新党拿到第三个 就是掉这三个嘛 根本上我不觉得很可惜 所以 在这个图表上 他是有哭过 国民党的最 所以 国民党的 第一标 在部分区是九席 就是 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介绍 徐真卫 曾永泉 王韵米 就是说 这三个人如果 如果新党进了两席 大概 会影响到的是国民党的选票 是国民党选票嘛 所以我 我知道国民党高层 不会愿意嘛 因为他要向他的自己的 提的部分去负责嘛 对不对 但是 政党合作 你不能只取不语嘛 你得用一个方式来 号召我出来投这一票嘛 你必须要做 你必须要做取舍 所以 会牺牲掉 曾永泉和王韵米 王韵米其实最近还蛮有名 他们这次出来爆料 他都坐在旁边嘛 他现在立委 他现在不分区 对对对 他现在不分区 然后 他也为什么这么积极 因为他 掉在这里啊 他也来帮他自己 竞选 那问题是 你如果 动到徐真卫的话 那会不会 连那个花莲的王平生 都选不上 因为 傅昆琦 他搞不好 他就 消极 我其实都怀疑 傅昆琦 他的支持者是 会投给国民党 还投给清兵党 花莲县党 清兵党 傅昆琦 是五党籍啊 但是傅昆琦 和 和朱立伦 和马英九的交情 远不足他和 没有 没有 我一直说 那个 欣民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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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说 就选情 我是说 如果我是朱立伦 如果 我如果动到 徐真卫 让那个王平生 掉下来 让蕭美党 最爱说 我相信朱立伦 不会 播这个算盘 这个算盘 大概还是得 选民自决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朱立伦不会播这个算盘 国民党 这样有一百多年的泱泱大党历史 他不会跟 他不会跟我们合作的 所以 所以他的人才走光了嘛 你知道吗 我 我 百分之百相信 国民党不会跟我们合作 但是你要诉诸 各个候选人嘛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输掉了 你就没有 所以 我们 可以直接去跟王平生讲 直接去跟 应该是我们 我们其实要诉诸 选民自决 和各个候选人 想不想要争取他上去 你要指望 党中央 这个大恐龙 反映到你的时候 选举已经完了 所以 我 我从来没指望过朱立伦 现在这个时候 还能够换人吧 比方说 他最近有回去 登记已经结束了 然后 我之所以活得这么快 我从来没有大头症 你知道为什么 这次立法委员选举 参选爆炸 总共有25个政党 总共 部分区和区域加起来 有556个人在参选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有些人 他没有位置 他很难过 他非要出来搅和一下 有些人他觉得 我今天办过一个什么活动 报纸登了我两天 我就有知名度 我就可以出来选 拜托 你得行行 不要有大头症 我今天能够看到这边 海灾楼能够做满武装 我这个很感谢蔡德良 还是新党 他是新党自由会的会长 还是有在动员 我不是新党自由会的正式成员 因为新党本来就是个柔性政党 理念相同 愿意支持 他都愿意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想过 今天会有这么多人 我没这个大头症 我今天如果说 像在座这几位 你们能够把我们这个小市民的新生 透过你们的如传大笔 透过你们这个公正的媒体 传达回去 我就已经达到效果了 那出来选举 那是 我其实当然这个 假点话 我现在最快乐的事情 是带孙女 我们都当孙子在啊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双胞胎孙子 哇 蔡英文如果当选 蔡英文一定会当选 他 会 承认九二夫妇的机会 我 政客最厉害的是话术 就是 这个话 这样讲 可能会有负面的效果 他反过来讲 模拟两个 我觉得他 不承认九二二共识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他会 又发明一个 名字叫做一六共识 可是如果共产党一定要 一定要叫他说一个 yes or no OK 我想 共产党当然希望他说一个 yes or no 但是他会离止不从 那 他会 他会拖延 我们 我们这样讲吧 前一阵子 举世矚目的 马席会 当然我想这些 大家 很乐见两岸的领导人 在分开 两岸在分裂六十六年以后 马总统和习近平终于能够见面了 握手的八十一秒钟 对不对 蔡英文马上就说了 他说 如果他当选 他也 他也不排次 蔡习惠 那 关键在 习惠惠惠跟你惠 我认为 你没有在 两岸的论述上面 让 习近平 向他十三亿的民众 有所交代的话 他不会跟你惠 我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 马席会 我个人认为 其实是 在中国大陆方面 不管是习近平 甚至上一届的 胡锦涛 都想惠 是 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的领导人 怕他背后 那股力量 他不愿意会 为什么选到最后一年才会 I got nothing to lose 如果 如果马总统 没有前两个月的 那一场马席会 大概他的历史定位 很多不太谅解他的人 就四个字 无能 还有两个字 我真的不愿意说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 2014 九黑一大败 他拖了三天才下台 很多人就说 他不但是无能 还是无耻 所以 这四个字可能就跟着他走了 可是现在 因为他会了这一面的话 他的历史定位 最起码 人家还得还他一个公道 所以他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 非会不可 刚好新加坡 有那么一个场合 有那么个台子 可以会 所以我认为 我相信 老共对国民党 是比较有善意的 他愿意 为你 做 做 帮你做点事 让你能够活动政权 只是 我们 在不该模糊的地方 模糊的 在不该妥协地方妥协 在不该姑息地方姑息 在不该放弃地方放弃 那我叫李继中 我记得我们在1994年 成立新党的时候 新党自由会的时候 事实上 我觉得很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发现 就是说 那时候我们在中文学校 然后我们中文学校 我们就有很多的 很多意见 就说 那时候李登威 那个立法院 那个新国民党连线 开始 很有理想 为什么在国民党内 推不动 那我们就在中文学校聊天 结果那个DC 有一位 很有名的 这个国民党的人 回台湾开会 说 在海外 支持 新党理念的人 只有两三位 两位加三位 最多五位吧 对不对 上上看 一二三处 诶我们就五位了 所以我就很怀疑 到底这个 哪有这种好的思想 哪有这种 哪有这么少的支持 所以那时候 我就跟几个好朋友 蔡紫良啊 王楚啊 戴金森 就组织了这个 新党自由会 我觉得 在国外既无所求 那我们所给予的支持呢 显得更 纯真 更可贵一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那最近 我有打电话回去 跟我的 我在桃园啊 问他们 他们说 他们这次都很失望 都不投票了 但是就说 政党票 考虑投给新党 我今天很高兴 因为新党 都默默在后面 做很多事情 最后都被人家牺牲掉了 不过也不是我们本意 要得到 争取什么嘛 所以也就无所谓 所以 我觉得现在的大情势 看起来 刚刚谢剧分析很清楚 只要拿了两席 总共三席 新党决定可以在立法院呢 让很多事情更透明化 我想就是 贪脱保就是这样建立成啊 所以我会再打电话回去 我本来都不想回了 他们讲完 我就听完就算了 我就想说无所谓嘛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子了 可是今天听起来 我可能 完了之后可以打电话了 总之 这两块值了 两分还是两块 两块 两块好 所以我就会打电话回来 我说 哎 情况有变啊 我说你们 最好还是去投票吧 对不对 这个新党就插你这两席的话呢 可能就会制衡着民进党整晚捧去 我想这东西我还叫 现在LINE很流行 对不对 LINE很流行 我说你最好就把我的LINE 通通给那些亲朋好友 你平常不是在那边聊天吗 把我的海外的这个老大哥 长辈的这个话 赶快送出去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 到底在国民党里头 是谁 有最大的影响力 还有发言权 而且有最后的决定权 第二个 为什么报道上 那个 那个 那个民进党 会有那么强大的 基督徒后援会 在支持他们 包括普通的基督徒和天主教 我们就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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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想这个问题 谢谢一下回答 好 我想 谢谢讲的会更好一些 基本上 我想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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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愿意回去打电话 你看 就是我们今天这两块钱就值了吗 刚刚这位 好朋友提到说 他说媒体上说 媒体 我觉得媒体不可尽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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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马上打断我了 我跟你讲 我要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也是 就是昨天才听到的 的一个笑话 马总统作为国民党的 这个 现在是最高行政首长 他当然要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去站朱立伦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主席的场子 就门口有记得 堵着他问他说 欸 嗯 马总统这个 朱立伦的选情怎么样 就 马总统回答 两句话 天气很冷 但是朱 朱立伦的选情很热 就媒体的标题下出来 媒体问马总统朱选情 马达 天气很冷 这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 那是哪一家写的 应该不是中石 应该也不是中平社 应该也不是联合 台湾有四大报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两报我就不提了 不然到时候就 微剿 我是不怕微剿的啦 说实话 越剿越红啊 对不对 我今天一来 我为什么逸情叫林志梅 先交四十块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 我记得上次我们 这个沈老板在那边办活动 后来被某一个 某一个报纸写说 国民党请吃流水席啊 这位记者都是你们的好朋友啊 你知道吗 所以媒体不可尽兴 你说 这位好朋友会说 哎呀为什么报道说 有基督徒的团体 支持蔡英文 知道吗 几个人出来 他就说 他就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团体啊 其实今天你知道 我不曉得各位 我刚刚提到 这十八个政党参加不分区 其中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啊 这个叫做信心希望联盟 他这个信心希望联盟的一位 一位要爵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雷倩 他是基督徒 他是千诚基督徒啊 他很没有支持民进党啊 他只是要表达他自己的 的信仰跟理念啊 所以不会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支持民进党 今天前几天有人办喜事 就是在教堂办 他是最千诚的基督徒啊 他叫做眼里正男啊 他叫做女啊 所以你要把他 你说他是基督徒 我认为明天早上要去上教堂呢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迟路 你跟他们信同一个 信同一个上帝 那所以我觉得媒体的报道 不可尽兴 不用太在意那些 说他们立体 这个不正义不公理的人 他们他们的上帝 可能跟你不一样 跟我们谈一下您这个 换票的策略联盟 他的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 跟您的构想 好 因为我最近幾天看到 台湾的选情 这个国民党在整个立法委员的 选举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么新党当然 在最后的一关键时刻 推出了他们不分区的人选 所以我突发奇想 我想说如果国民党在新党 可以和新党有一个策略联盟的话 或许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策略 那我的构想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比较危急的选区 大概全国里面有15到17个 都以些微的民调领先 或些微的民调落后 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微的领先 或些微落后的地方都赢的话 就可以让国民党的区域立委的 甚至极大化 当然了这个政党合作必须 你要不可以只取不语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中央也好 或者各个候选人也好 你也要示出善意 那么你在 你邀请新党郁牧林委员和朱朱姐 为你站台拉抬你绅士 确保你当选的情况之下 你也公开的呼吁你的候选人 把你的政党票投给新党 这样新党就有可能 一举冲一举冲破5%的政党票 而得到两席 这样的话 虽然可能在国民党的这个 得票 政党票会稍微减少 但是国民党区域立委 可以增加10到15席以上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是国民党的席次极大化 然后新党也有机会 冲破政党票的5%的门槛 那么我个人认为 这是具体可行的 因为政党合作天经地义 你看看现在这亲民党和民国党 都会合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了 所以两个政党利用这个政党票 和部分区域候选人的票交换 区域和政党票交换 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新党是一个绝对可以信赖的盟友 今天也只有新党是可以出以信赖 当然最重要的 如果国民党方面 基于他这个泱泱大党 不愿意做合作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也要诉诸各个候选人 各个候选人还是认为 你的选情比较重要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考虑 是不是愿意和新党 和朱朱杰的粉丝们 做这样的策略联盟 您有没有跟国民党和新党 包括什么样的这些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如果能够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管到通天 但是今天透过华府新党之友会 我想这个讯息很快会传达到新党 我们这边有朱朱杰的始终支持者 我们在这边成立了全美的 原来的红秀朱后援会 他们也会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朱朱杰 至于国民党的部分的话 虽然我们这边有国民党党部 但是我不清楚他们 能不能够把这个讯息传达回去 我想选民自决 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周遭的朋友里面 他们本来不愿意投票 但是在新党提出了不分区的人选以后 他们已经说 哎呀我现在投票有目标了 那么他们出门投票 我相信他们会把这一票 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的 对不对 但是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也如果能够愿意 在你的选票区域选 选票极大化的情况之下 也把这个票回馈给新党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我没有投一下 我都是告诉人家 我是中华民国退役空军上校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如果国民党真的像您所说 它是一个泱泱大党 它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合作 那您这样努力 或者很多像您刚才所说 这些侨胞 他们愿望不是落空的吗 或者怎么样能够达到 这样的过程 我们是一片江心 一片南京造明月 我说我一片南京造明月 那如果人家明月造沟渠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我的期望没有那么高 我的期望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近人是 我们还能做一点 还能发挥一点力量的时候 我们还是愿意发挥一点力量 那就不管党的体系怎么样 既訴訟与选民自己的 这个 我觉得我提出来的这个构想是 让南京的席次极大化 如果国民党不愿意接受 我想国民党溃败的原因 这难道不是一个吗 帮我写两个 谢谢你 你为什么要办这个 今天 因为我们知道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主要就是台北 真的是选情非常冷 选情很冷的 主要原因呢 一个重点就是说 大家对于蓝营的 提名的候选呢 非常失望 也对蓝营 过去八年的执政也很失望 这个时候呢 为了要拯救蓝营的一个选情呢 为了拯救中华民国的未来 我们就希望呢 我们提供一个 另一个选择 另一个选择 给蓝营的选民呢 能够出来投票 那既然出来投票了嘛 当然是总统还是可以 可以选这个蓝营的候选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 借着这个 就是说 我们不是直接说 你就来选 因为现在 但是韩类投票 韩恨投票也都投不下去了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有另一个选择的投票 这样子 这我们希望能够带动 这个在台北的 亲戚朋友们呢 还是出来投一票 还是出来投一票 你想要投的票 好不好 谢谢 华虎新党自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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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了或者是会长 好不好 谢谢 想法 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很高兴 那个新党呢 在各式的选举里面 都是支持国民党 我非常认同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范兰的 选举的结果是 范兰是极大化 支持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也希望大家 总统票一定是投 国民党的候选人 然后在区域立委里面 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在政党票里面 我们非常希望邱义 能够进入立法院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棒的一个战将 你觉得他自己的策略可行吗 我觉得非常可行 当初这个郁慕云云 郁主席所提出来的策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 对这个策略来讲 重新激起了我们 很多原先来的 红旧柱柱柱柱柱 web 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 选络里面有所表现的 是 nog 国民党的十九权的党代表 十九权党代表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